哈喽大家好我是哈库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是干货 带你一次看懂MDC 心情不好的时候 隔离的时候要看什么呢 当然是看美人 看美人 MDC是models.com的缩写 是一个模特网络数据库 由创意总监Stefan Moskovich 与Elite Model的前心探 Win Sterling在1999年 于纽约创立 纽约时报曾经称之为 时尚界最爱的参考广站 事实上呢 MDC并不是编写模特目楼的第一人 当设计师和品牌要挑选模特时 通常会将他们的要求 比如说身高 气质 肤色等等 发给经纪公司 由经纪人来提案 适合的人选 供客户挑选 所以每家公司都会有各自的分类方式和资料库 1995年 浏览器IE诞生 掀起了创意从业者投入网络发展的热潮 一位名叫Hillary Rowland的模特 在同年创立了Newfaces.com 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公开模特目录 让模特与经纪公司获得更多的普光 提供一些专业人士的建议和秘诀 供享入行的人参考 网站内建工作机会平台 类似现在的FV或LINE的方案群组 甚至还有提供后置修图 专业教学的购物功能 不过Newfaces.com 目前是无期限避站维修的状态 众多功能也已经被其他的平台所取代 在Models.com崛起之前 创立于1996年的Fashion Model Directory 简称FMD 是最权威的模特目录 后来它被Fashion One Group收购 主打能提供精准的模特资讯 并且邀请模特本人 填上更多的详细资讯 还会提供会员论坛功能 并且对经纪公司提供举报审核系统 来保护旗下的模特儿 不过和Models.com相比 它的定位比较不明确 并且页面操作也不是很好看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视为的关系呢 模特资讯版很多也都没有更新 新闻也没有什么可看性 我们欢迎今天的主人公 Models.com Models.com是一个模特都知道的网站 一般简称为MDC MDC作为目前最权威的模特排名网站 南瓜当今最活跃的模特与时尚事件 但凡能够上榜的模特 都是获得时尚圈认可的 拿到近身超模之路的入场券 MDC的做法很聪明 它针对不同的族群提供多项服务 对于模特可以快速的了解业内现状 对于经纪公司可以提供寻找模特的捷径 你可以一览世界各地最新签下的新面孔 谁签下来的 如果要book这个模特呢 应该联络哪间公司 怎么联络 对于其他的业内人员 像是设计师 摄影师 造型师 品牌 它可以协助你找到正确的专业人员 但这个聊天群组呢 可不是随便谁都可以加入的 别忘了时尚的本质之一 就是名 立场 谁跟谁玩呢 都是很有讲究的 我永远都不会跟你玩 游戏 模特 经纪公司 造型师品牌 广告出现在这个网站上的名单呢 不是有钱 就是有权 再不然就是写有流量 所以当模特儿被MVC认证呢 经纪公司都会在官方的平台上宣传庆祝 也就代表你有机会进入品牌 金主爸爸的实现 就是这没有排面的事情 我们来康康在MVC里有一席之地的 台湾之光们 总共有七位 不过我这里指的台湾模特呢 是说他们是台湾籍 并不是所有人的母经纪公司都在台湾 还有可能一开始在台湾 后来转去当地的经纪公司 或者完全就是在国外发展的一个状态 另外台湾唯一的一间 有在MVC上登记的经纪公司呢 叫做Dolce Model Management Dolce 国际 据我所知 他们是一间只代理外模的公司 不过经纪公司又是另外话题 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再来聊一聊哦 其中不发一些观众模特权的人呢 都会听过的名字 Gia Tang是唐银双 他是出生在台湾人都知道的凯乐 他也是目前近榜的台湾模特中呢 首过最多国经纪合约的总共是十二件 登上过台湾版的Vogue封面 很多editorial的作品 还拿下卢威肥和Gio Armani的广告 许位琴在台湾 主要是由飞讯公司代理 Mother Agency母经纪公司 是位于布拉格的P Model Scouting 目前主要在欧洲接案 也是登过Vogue台湾的封面 并且在今年春天呢 拿下了Asian Provocative的广告 康康这身材 这自律程度也是没谁了吧 下一位Aniki林婉化 她是单蓝的模特 听说她们家最近发展得很好 那除了杂志作品之外呢 还登上像是Rick Owens 还有Mason Magella的秀 男模的部分呢 Jean Chong 她是凯卧的后来出国 目前的母经纪公司是加拿大蒙特罗的Public Image Management 也是很厉害的公司 那发展得非常好 可以看到她有很多品牌秀跟广告 桓威萱 她是风暴的模特 她也是台湾第一个登顶Prada的模特 我把各位大神的连结都贴在资讯里面 我把各位大神的连结都贴在资讯里面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上去戏趴 怎么看呢 点进去之后 你在Profile 可以看到外形条件的基本资讯 Work和Clients部分 可以看到历年合作的品牌与作品 左边有代理的经纪公司 右边是判定模特带货能力的标准 也就是Instagram Instagram的追踪数 现在跟身高一样 是必标的模特卡数据之一 从我介绍几位高人的方式 就可以知道MDC目前用来评断模特价值的标杆 总共有两项 一 模特所登上杂志的封面 以及分量 有分量的杂志 像是Vogue W V Numeral Bazaar L Pop 等等 其中重重之重是美 艺 发音 四大版本的 开年刊 金酒刊 和饮食 月封面 这个金酒饮食的由来呢 也是可以另外再做视频讲解的 二 模特握友的品牌 代言分量和数量 其中侧重的客户呢 也是有两类 第一位 就是我们的金酒爸爸奢侈品牌 奢侈品牌的前六名 同称为 Blue Chip Labels 六大蓝鞋 分别是 Chanel Dior Louis Vuitton Gucci Prada 和Kelvin Klein 第二位是时尚圈的现金男友 也就是美妆品牌 其中战分最重的是 Estée Lauder Lancum 和Maybelline 的全球代言合约 根据以上的评分机制呢 可以组成MDC最为人所知的指标性 Rankings榜单 榜单上的男女啊是分开评比的 在2014年之前还是采取排名制 2014年之后呢改版取消了排名制 同一个榜单上的模特不分名字 按照姓名来排列顺序 从模特亮相到登顶的过程都是有奖项的 从Top Newcomers 到The Hot List 到Top 50 Models 到Industry Icons 到New Supers 到Legends 从左到右呢 就是一个从小学到研究所一路升级大怪的养成系颁奖 I want you I want you I need you I need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搞错了 再来 一个模特不可能同时存在于两个榜单以上 就像一个人不可能同时上小学和大学一样 在下一期视频里 我就会给大家详细的科普每一个榜单 另外我想说的是啊 因为带大家认识MDC这个网站 所以我单独把上面的一些人拎出来讲 不代表没有在上面的模特儿就比较不优秀 一些更为一般观众所知的模特儿并没有出现在上面 像是Kiwi李涵 Aster 吴依华 那模特儿有很多种的定位 MDC是特别侧重奢侈品和高级时装的种类 再加上时尚全是一个非常讲究运气的地方 所以很多人都是默默的在自己的领域发量 MDC可以作为参考 但是它并不绝对 最后在你关掉这个视窗去欣赏各位美人之前 可以点个赞 转个发 留个言 让更多人认识这些努力发工发热的台湾模特儿哦 拜拜